为了整合国土资源并对台湾动物保育区、水土保持等土地功能分区做最好的规划 政府规划在114年完成国土功能重新分区的工作 但因为民众对于之家土地被划设为国保功能分区有疑虑 对此先员林廷利表示 国保一的划定大多为山区土地 而原住民的原保地也大多在山区 这也造成族人对于土地并划定为国保一 影响他们使用土地的权益 因此也希望政府应该正式质疑问题 保障原乡住人的权益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原住民都是居住在山区 我们的原保地也是在山区 所以常常会因为这样的问题就划入在国保一的类别里面 限制了我们使用自己的土地的权益 我想这个部分很多民众都来澄清了 那所以廷利在这边也希望我们县政府这边 能够重视我们原住民使用土地的权益 来保障他们的权益 先员陈宇军表示 农委会以及营建署针对国保一划定 有一些滚动性的调整 也让一些民众土地使用权益得到保障 因此在整个国土使用功能分区的规划中 倾听民众需求 在不影响水土保值的情况之下来做滚动式修正 以保障民众的权益也是大家所乐见的 那特别是呢 它同一块地 然后被划成不同的使用分区的时候 让大家觉得更困扰 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说 在这个整个滚动修正的过程当中呢 中央的农委会还有营建署 他已经听到了人民的声音 如果说像这样子滚动式的修正 可以帮助更多人安心 在我们的身上生活 我想这是我们最乐见的 国土功能分区主要目的是要保护国土 维护自然生态以及土地资源有效利用 但在整个规划过程之中 难免对于原有土地使用功能上有所影响 对此议员们也希望 针对影响民众权益部分 中央政府应该要倾听民意 并且在允许范围内给予滚动式的来修正 也确保民众使用土地的权益 记者陈伟一综合采访报道